哈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好久没有给大家拍摄vlog了 那我最近买了一台北斗芯 现在要开始我的漫长的北斗芯的改装之路了 我现在要把这个车去开到我的朋友的汽球店去 然后开始改装 因为我这个车开出来之后 这个车窗前面的玻璃 前挡风玻璃有点问题 刚换掉 然后前两天去把这个 把这个牌给上了 现在呢 我要把它给开到汽球店去改一改 因为这个车年龄比较久了 所以呢 有些小的部件什么的都要更换一下 然后这个车身的颜色也再换一下 可能要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慢慢的改装路啊 最近这边疫情好像又出现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 我们这边前两天安徽那边出了一个病例 所以最近又比较严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护 刚才相机忘了调那个参数了 刚才好像用了M档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到光行不行 我现在正在去那个汽球的路上 去普悠的汽球场的路上 去到之后呢 先让他把这个车里面的卫生什么的搞一搞 然后呢 再那个去看一下 应该是先要换这个车的颜色 先要喷漆 喷完漆之后再改一些小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边之前出过一些交通事故什么的 然后现在查的比较严 所以改装这一块也查的比较严 我去办牌的时候 我朋友在那边 他跟我问了 说现在颜色是可以改 但其他都改不了 本来原来是想再改一个轮毂什么的 现在都不让改 那只能先改颜色吧 改个颜色之后 以后再说吧 加一个行李箱看看能不能加 如果能加的话就加 不能加的话就先不加了 先改颜色 因为颜色这块是已经问过的 是可以改的 所以就先改吧 现在已经到了汽球场了 刚刚把它停上去 它要弄上去看一看 它准备了 它要弄上去看一看 它准备了 它本天是油的 在油的头上下 这是什么 这是油效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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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汇报一下今天的战况 今天呢就是第一天 北斗星改装的第一天 第一天就是开到朋友的那个厂里边 然后换了一系列的保养的东西 像什么机油啊刹车油啊 包括一系列的这些润滑油之类的 然后呢那个改色的师傅也过来 然后商讨了一下怎么去改色 那他就把车开过去了 从明天开始呢 就是第二天第二天就开始做这个底漆 把这个所有的外面的一些车门 包括一些前前后的薄链杠呀 还有一些引擎盖之类的 把它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 先做一些板筋什么的 板筋做完之后呢 然后再去调色这个漆 那调完色呢 就开始对整个车身上色了 可能大概将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明天是我们改装的第二天 那今天第一天的任务 就算是已经OK完成了哈 好 我们期待一下 我的北斗星改装日记 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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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